Hello 大家好 暑假旅遊旺季啟動 澳門市面旅客增加 但對賭收暫時未發力 有投行發表報告指出 澳門7月初7日日均賭收5.5億 預計全個月190億 花旗發表報告指 根據業界消息 澳門7月初7日賭收大約有38.5億 意味著日均收入大約5.5億 交六月最後一個星期日均賭收有6.28億 減大約12% 該行認為澳門賭收仍處於季節性低谷 與其日均賭收在7月中才能走出谷底 該行引述業界消息指出 澳門貴賓廳投注額按月跌大約3-4% 中場投注額按月跌大約4-5% 貴賓廳贏率處於正常水平 該行暫時維持7月澳門賭收190億元的預測 相當於19年疫情前7月的78水平 澳門7月初一個星期賭收令人有點失望 摩通認為雖然可以歸咎於歐洲國家盃 因為大型相關體育賽事一般會轉移對賭博的需求 另外摩通認為目前雖然過早下定論 但如果打擊非法換錢黨的力度有所加強 一定程度上影響近期的需求 該行正密切關注這個情況 應該不是 摩通也指不論從歷史數據或絕對值來看澳門豪賭股的估值都不高 特別考慮到內地大多數其他消費或休閒相關行業相比 市場共識風險相對有限 他們對豪賭股的偏好次序保持不變 喜愛的次序依然是美高煤中國2282 第二是永利澳門 之後才是金沙、銀魚、澳博、最後是新豪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投資豪賭股? 好,如果要投資的話 就要給一些耐性觀察一下 如果不投資的話 做一下花生有都OK的 好,這集看到星期一看之前 記得訂閱 金河之翁 並... 咬 Car岫 boxing 一轉 好 graduation 請 Corinth 峻